我得先跟大家說 我們的遊戲 不好玩 難度又高 大家好我是王狗 首先恭喜我們的自製手遊 創作版YouTuber 終於正式上架了 而且非常開心的 我們在上次第二天就衝到了 休閒榜第一名 模擬榜第一名 總榜第四名 安卓排名前十的 這次但不只我一個人努力 還要感謝其他一起協助創作的同任 阿豪 阿堯 梓林 若晨 莉梯 周周 國威 阿聖 一如 另外還要額外感謝 本本 胡鴨 阿遠 季安 Rulu專佐的鄉挺 讓我把你們放在遊戲裡面 你真話 除了有上述的這些人 也是因為有螢幕前的 每一個你們 還有現在的 也才有這款遊戲的誕生 然後呢 你們知道 你的第一款遊戲 肯定是非常有愛的吧 但是在我開始介紹之前 我得先跟大家說 我們的遊戲 不好玩 難度又高 如果你是想要玩無腦亂射 不用動腦躺在床上 輕鬆玩的那種手遊 那你可能要考慮看看了 因為我們這款遊戲 最大宗是打造 現實的YouTube生活 對 你們就知道 現實的YouTube生活 遊戲內的玩家扮演一個想紅 卻窮到拍片工具 只剩下手機的超級平凡人 他這輩子唯一的目標呢 就是能夠成為大網紅 參加YouTube的年終大會 但為了成功 玩家起步前 必須先打理好自己的人生 家具行 裝潢自己的小窩 越來越豪華 影視店 購買剪輯軟體 提升工作效率 車行 一台一台 從機車換到汽車 出門到更遠的地方 解鎖更多的突發事件 而當玩家的生活 漸漸步上鬼道之後 便能開始設計公司 但是要注意的是 員工的屬性 會深深影響整理品 到未來的發展 然而拍片拍類的人 還可以經營社群 最有趣的是 網友留言 還有跟現實世界聯動 而當你粉絲達到一定程度之後 就會有業配廠商廣告開始進駐 這個時候 談價就非常重要了 雙方可是會殺價 殺個你屍我活 戶部相當 這些設計 都完完全可以 擬真下去打造 所以啊 為什麼我說 這款遊戲那麼難了吧 因為 他就看真實人生 一定沒什麼兩樣 恐怪 這款遊戲 它是屬於 角色扮演 但又帶點意志的模擬養成類 很適合喜歡新鮮 要試試看 當模仿的你 裡面還有非常多的系統跟功能 剩下的就交給你們 去探索吧 最後我留下這個寶藏給你們 只要在遊戲內輸入 Cheers100 就可以獲得 新手裡50顆鑽石 衝一波吧 創作者們 另外再加碼 只要去我們0.5工作室的粉絲頁 分享這篇天文 並留言一句 你想對我們說的話 我們就在一天內 私訊 送你一組 神秘好禮 另外呢 我們也會從 所有的分享者裡面 抽出一名 戰術最高的分享者 直接送他999萬顆鑽石 讓你玩爆遊戲 破壞屏 全角色 全天賦 拿序列你的同學炫耀 你根本就是GM嘛 最重要的是 我會加你LINE 我們下一款遊戲主角 名稱就由你決定 對 當然你也可以取自己的名字 對 他很堯入 有 消防 走吧 靠